Proton Preway 是 Proton 最后一辆 C-Segment 房车 在 2018 年的年尾停产之后 Proton 就没有接班人 像是以前还有这个 Wajia Inspira 等等一辆一辆车接下去 可是现在 Proton 在这个 Segment 上面是属于真空状态 什么都没有 可是在之前 Proton 在 Dungeon Marlin 的工厂开幕仪式上面 他们就透露了在 2023 年到 2024 年的期间呢 有三款新车要发布 其中一款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Preway Replacement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吉利帝豪 第四代为什么会成为 Proton Preway 的接班人 其实 Proton 在寻找这个 Preway 接班人的路上是一波三折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之前 本地很多媒体 包括我们也有啦 就是讲这个 EF16 也就是 Bingray 会成为 Preway 的 Replacement 这个故事就要再重讲多一次 其实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只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原厂取消了这个项目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第四代的 D豪 其实已经在开发中 所以他们就决定直接用 D豪 开发 左价跟右价版本 而不是再花一个成本去把这个 Bingray 开发 右价版本 这样更省钱 而且讲真的 新一代的 D豪 其实也不错 这一点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其实就是有一些消息来源啊 就是可能原厂的工程师 无意中也有跟我们透露过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不要再认为 Bingray 就是这个 Preway 的 Replacement 其实没有了 他是 D豪 在 2020 年我们前往吉利的生产基地的时候 在当时呢 这个吉利的工作人员也无意中向我们透露一些信息 也就是说未来他们会提供给 Proton 一款四门房车 这款四门房车当时还在开发中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消息 可是之后随着开发进度明确 消息也越来越明朗 到最后我们终于知道了 这款车就是第四代的基地地豪 官方给它的代号是 SS11 两个 Singapore 然后 11 这辆车跟 S50 一样采用 BMW 的平台打造 如果我们以定位来讲呢 它其实是属于 B 加 Segment 的房车 并不到 C Segment 因为它的车身轴距跟 Private 一样是 2650 然后车身尺码跟目前的 C Segment 相比 还是小了一点点 所以它的定位呢 我们这样子讲 它可以是介于 City 跟 Civic 的中间点 不是冰月变成地豪 可能大家会有一点失望 但是第四代的地豪设计上面 其实也非常好看 我个人觉得第四代的地豪设计 甚至赢过冰锐 但是赢不过冰锐酷啦 这新一代的地豪外观上面非常精致 包含了全 LED 的头灯组 还有连贯式的 LED 尾灯 加上车辆比较低爱 看起来确实比较的动感 内装的设计部分是有一点点惊喜 因为中国的媒体有把这款车称为小新锐 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锐是吉利的高端房车啦 它的内装设计其实非常的豪华 而在这个新一代地豪上面也是非常的好看 中国版本是有双色的设计 但是我们暂时不知道马来西亚版本会有什么差别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马来西亚版本可能会拿掉这个电动的椅子调整 不过会增加这个后面的冷气出风口 这一点我觉得更符合马来西亚市场啦 而且根据之前中国媒体的测试呢 其实这辆车的空间表现还不错 应该不会输给Praway太多 毕竟作为Praway的replacement 如果它的空间表现输给Praway的话 有一点讲不过去 不过我相信啦 这个操控表现可能还是Praway出色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以前Praway主打的就是Lotus Ride & Handring 可是现在Lotus已经被Proton卖掉了 他们就没有这个Lotus Ride & Handring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呢 可能还是偏向家庭车居多啦 我个人觉得 不过我希望啊 Praway在launching这辆车的时候可以打我的脸 让我见识到一下 有Praway Handring的防车 引擎的部分 目前这款车在中国只有一个引擎选项 就是1.5L的4缸自然进行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44HP 然后匹配CVT的变速箱 不过大家放心 据我所知呢 这个引擎是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马来西亚市场用的引擎呢 则是跟着一个S50一样 也就是1.5L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我现在也讲到三缸 可能会有一些网友吐槽 怎么又是三缸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啦 这个三缸怎样都还是比CAMPRO Turbo好嘛 对不对 OK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引擎的数据啦 这个引擎有分成两个输出 它分别是MPI Turbo 跟 GDI Turbo 如果是MPI Turbo 的话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48HP 峰值耳率表现226Nm 如果是1.5T GDI的版本 最大马力表现是174HP 峰值耳率表现255Nm 两个引擎都是匹配7速的14双离合器 变速箱 所以这辆车的动力表现我相信应该不差的 而且有消息指出呢 Proton 在日后还会为这款车添加混合动力版本 还有这个纯电动版本 纯电动版本 因为中国也还没有发布 所以我们暂时不知道太多的详情 可是这个混合动力版本呢就有点意思了 因为实际上在中国市场呢 GDI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1.5L 3缸引擎 配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选项 峰值耳率表现还是维持在255Nm 但是最大马力表现呢 则是提高到了187HP 我相信如果说我们的币豪 也就是这个Private的Replacement 搭配这个187P的引擎呢 动力表现应该会非常的不错 只是不知道如果加了这个混合动力系统下去呢 这个车价格就要多少 至于在安全配备 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目前Proton 来自激烈的车款呢 在安全配备上面都不会让人失望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Proton 版本的第一毫SS11呢 也是会有这个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 但是我在这边给Proton 一个建议啦 我们作为消费者还是希望看到 全车系都可以漂备这样的安全配备 毕竟像它的主要对手Produer呢 其实很多车款都搭带着这个先进安全配备 而且有些甚至是做到了全车系漂备 如果Proton 没有跟上的话 真的是有点讲不过去啦 最后要讲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那么确定这辆车会来马来西亚市场呢 其实有两点 第一点是 其实早在去年Proton 就有举办了一项 不对外公布的这个新车预览活动 在这个预览会上面呢 他们就摆放了这个SX11 HONTA CIVIC 还有CORRA AUTIS 这三款车让消费者去体验 而我们的消息就是从这些参与者口中得到的 而且详细的配备也是从那边来的 还有第二点就是 在之前的一项活动上面 我曾经跟这个Proton 的高层 也就是这个NJ Roseland 有一个交流 他在当时也承认了这两款车 也就是Proton的SX11 还有XV11 也就是豪跃 是存在的 只是发布时间不确定 既然这一次官方都公布了 在未来两年有三款车 那么这个SX11肯定就是其中一款 但是我们会先看到豪跃 还是看到第一号呢 这个就不得二知了 不过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网民 目击到这款车在马来西亚测试 所以我相信 它是真的要来了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你是不是很期待这个Private Replacement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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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